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黑魔法师这边的特殊任务 那么我是昨天才收到消息说 我们测试服出了第四章的剧情 而且第三个这个球开放了 所以才会有第四章和后面的黑魔法师的一些特殊任务 那这边一共有两个 那这一个任务就是给黑魔法师的手下造成五亿以上的伤害就可以了 然后完成就给你五千,每天可以三次,不会超过五万 它是可以分别执行的,也就是互不干扰 但是你每天的心愿还是五万 第二个任务就是这个是战斗十分钟了 那么战斗十分钟是很困难的,如果你是拼命的在那贴着怪物去打,其实很难坚持 所以我的建议就不,你伤害不够就不要坚持打,那就找一个办法 那就躲起来 特别是你第一罐打门将的时候,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分别被白色的门将和黑色的门将打一次 你就会失去一个红色的点,你一共只有十二个点,所以非常的困难 十分钟 那么还是一样,五千每个任务,然后不会超过五万 好,每天只能执行一次,那么就这么多,但是黑魔法师在测试服,在测试服是没有开放的 他是这么进去的,首先从这里进去 在这个世界镜头中间,地点一,这边上去 然后选一个地图进去 然后来到这个地图,我就从这里进入,但是测试服是没有开放的,所以他这个按着上也没有反应 最后提醒一下,是每隔两小时的四十五分钟 第四十五分钟进去,其他服是三十分钟嘛 我们是四十五分钟,每隔两小时 那么这个视频先看到这里 那么期待大家在三月中下旬能够顺利的击败黑魔法师 那么视频就看到这里,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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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